男人起床后 第一件事情就是开核桃 驱散掉晚上跑进院子里的漏网之鱼 接着他打开阀门 抽动粉条的口气 煎了份美味的早餐 在2022年 粉条已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清洁性能源 只要一块过期的牛排 你就可以让条子给你登抽水机 洗手之余还能嚼嚼刮果 接着男人走进仓库 给条子测了个核酸 没反应 直接废掉 回头他打开狗洞 抓了一只 拉回仓库备用 随后男人给条子带上拳头 跟他做了套广播体操 早餐一事完成 他向外扔出牛排 将条子勾走后驾车离去 男人名为昆昆 为了自己不变成粉条 他给政府当快递员 以换取预防疫病的胶囊 很快 他的第一笔生意到来 但幸运而一跃见 风风开炮将其乍翻 赶到身边 看到他的牙那么慌 昆昆直接开气枪震晕 接着跟军方完成交易 做这些缺德事 不是因为他坏 研究所的博士曾跟他说 抓来的货物都会用于研究解药 并不会伤害对方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博士将倒霉袋拉回实验室 会直接抽取对方的脑髓 用仪器做成药剂 打在自己的身上 剩下的躯体 则会被抽干血肉 制作成人们常吃的预防胶囊 回到地面 昆昆拉开油箱 检查了一下燃料 看他没反应直接丢了 接着他取出牛排 吸引附近的粉条 等到对方赶到 昆昆一枪 将他的膝盖崩烂 随后拖到油箱 戴上口罩 将车子启动 正当他要回家时 忽然有只大黑号爬上了车顶 此人名为吉尼 昆昆只曾把他的妹妹 抓给军方 此番跟踪 他是来寻仇的 不久后 昆昆回到了城堡 他打了一些苦肉 将粉条吸引走 自己赶忙将车开回了院子 接着他打开车灯 将围过来的条子驱散 回到家 完成一天劳作的昆昆 戴上耳机准备睡眠 又在此时 房间忽然停电 昆昆瞬间起身 前往电闸检查 待他回到房间 吉尼早已等候多时 清晨 吉尼威胁昆昆子 去救回妹妹 行驶过程中 他趁吉尼不注意 拉崩了车门 让其摔在外面 接着昆昆下车 一层就完成了反杀 随后 他绑着吉尼 来到研究所完成任务 保安出来后 直接上车将其拉走 昆昆见保安粗暴 忍不住提醒 但他却说 昆昆疯了 什么意思 什么装成脸 保安队长没有回答 直接让他滚 好 让我滚是吧 昆昆拿出小炮子 一炮崩飞了队长 再架起腿子 一气冲锤 让他上天 紧接着 昆昆带上吉尼 逃出了研究所 然而军方的实力 是不容挑衅的 他俩没走多远 就被保安一炮击飞 等他再次睁眼 已经被保安挂在树上了 他们招呼粉条 想让昆昆被啃成白骨 眼见条子们越走越近 他只好将腿抬高 然而条子的损实在太臭了 他下根坚持不了多久 当昆昆准备躺平认撸时 条子顺住了 原来是粉丝大姨妈赞到了 大姨妈是疫病的二级反染者 可以随意控制粉条的行动 被救下之后 昆昆伞水 带着众人攻打研究所的大本营 然而这里的保安队长 架着一把悸动加特林 正所谓神党扎神 大姨妈看后表示 这些都是小意思 他操控着保安身边的粉条 起枪解决了他们 紧接着 大舅子一炮烘开他们 让粉条垫底 一起进入了研究所内 映入眼帘的是一位大哥 他被制作成了胶囊 大舅子聚开了塑料桶 里头装的竟是昆昆前天抓的倒霉鬼 见到真相 他崩溃了 原来每天吃的胶囊都是活生生的人 他将博士揍了一顿 开手顺开树枪 但他依然无法解除恨意 随后 昆昆将同伴们带到地堡 假装运货 但博士此时正在吸人粉 对他们挨搭不已 大舅子趁机打开电梯 让粉条先下到实验室 接着大姨妈控制粉条 发动了自杂的鼓劲 地面上 在保安大队走出 车上的加特林瞬间开启 保安们纷纷运命 百姨过来的队长迅速关门 但大舅子跟着一炮风行 清理完地面上的喽啰 基尼乘坐电梯 溜进总控制室 送人大门入内 大舅子一把喷子 一将一个小朋友 大姨妈控制粉条一起进入了密室 然而这是一场阴谋 博士一早就打到了粉条 机器人在密室里等着他 他所控制的小粉条 压根不过三回之底 纷纷被打成了肉酱 大舅子和昏昏有心营救 但保安队长这时也过来了 现有人质 他们丢掉了枪支 队长不将武德 一把甩开尽力 吞下了大舅子 剑创纷纷按下开关将机撞倒 双方都没枪在手里 开启了肉合战 你一拳我一拳 两人打得不可开交 另一天 大姨妈一直的挨揍 被打得找不着美 正当博士发起最后一击时 被绑着的吉尼妹妹忽然发力 将其定在原地 原来她也觉醒成了二级感染者 接着她控制博士自己陪自己 让她倒在地上 大姨妈此时抓了根铁棍 砸下了粉条机器人的控制器 吉尼妹妹把这里的粉条 给博士一头乱炸 博士掐住了自己的脖子 差点要死时 她砸了根剑叉 便晕了吉尽的妹妹 接着她继续带起眼镜 控制着粉条 将大姨妈掐到了墙上 后者垂死挣扎 抓起了身边的电缆 给机器人垫了个通透 另一面 保安队长将坤坤和大舅子 垂得死死的 没有一点反抗之力 正当临死之际 吉尼揣着加特林给了她一枪 随后大伙整顿队形 前往底层抓捕博士 再和晚了一步 被她逃失夭夭 不久后 博士来到郊外的一处破屋 她将吉尼的妹妹放到台上 吸取了她的脑灰 成为了三级感染者 在坤坤和吉尼赶到 双死的博士发动背后偷袭 坤坤与她对打 拳头落在她的身上 保密没了效果 但她的一拳却让对方倒地 她嚣张至极 不断地侮辱坤坤 还要将后者的脑袋 独手掰扣 那下一刻她高殃了 死去的吉尼妹妹复活 她将博士发成了一滩罪肉 致死邪恶博士隐恨西北 世间又美好了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